要做好電郵管理,我們可以開不同資料夾 去儲存來自不同記檢者的郵件 舉個例子,我們可以在左邊的收件夾 按右鍵,再選建立資料夾 接著我們可以打個名稱 例如叫OLE,拍Enter 於是我們多了資料夾 要把郵件搬入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適當的郵件 例如第一個,把郵件拖進去OLE 所有關於OLE,都可以拖進去 若你幾百封信的話,要拖進去裡面 也蠻浪費時間的 將來又怎樣呢? 我們可以對著郵件按右鍵 然後選建立規則 以後逢見到OLE三個字的話 叫它自動進入資料夾 這個名稱可以隨便給它 譬如我叫做OLE 然後呢? 下面規則有三個選擇 看一個修件者 第三個就是主字當中包含某些文字 先選擇第三個 再按右手邊的堆字 我們可以自己打進去 逢見到OLE的話 或者其他字 我們就加進去 都會進入資料夾 至於這個FORMINE OLE 我們可以把它刪除 減掉 然後按確定 然後我們下面選取 開回收件夾裡面 你會見到一個OLE的 選取它 然後按確定 再儲存 於是以後有關OLE的email 就會自動進入這個OLE的FORMINE 另外也開了一個FORMINE 叫做HKEAA 專門安裝一些考試局有關的email 譬如下面的email是來自HKEAA 我們可以對著它按右鍵 然後選擇建立規則 規則名稱可以照打HKEAA 這個沒什麼所謂 不過這次我們就選擇第一個Box 接收者 逢是來自HKEAA的話 都會自動進入我的FORMINE 然後選取Folder Folder就是HKEAA 按三角形把它打開 選擇 然後確定 這個時候我亦都可以 如果沒有這個Folder存在 可以建立一個新的Folder 新資料夾 確定 然後再儲存 在建立了規則之後 於是我們發覺 就有很多不同的資料夾 當我們看回的時候 看到有幾多新的email 是來自不同的記件者